我們現在查經查哈巴谷書三章十七到十八節 雖然胡花果樹不發黃,暴道樹不結果,橄欖樹有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 圈中絕了陽,棚內也木有藕,然而我要恩爺華歡恩,恩救我的神喜樂 首先,那個字面的意思,我想大家都很容易明白,不過可以試試講一下,不如你試試講一下,大約的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將它講出來 無論現況是怎樣,最重要是有神 是,OK 你是總括得很好,可不可以將有神的部分,解釋一下,十八節那裡 即即是現況有多差,你將前面那邊很簡單地總括,然後可以怎樣呢,十八節那裡 不是,可以想到神的救恩而起落 可以想到神的救恩而喜乐 我想大家想一想 在这个经文我们看到神的什么属性 你由祂的掌权、祂的恩典、祂的喜乐 那些多方面去想 去想想看到神的背后有什么属性 大家先想想有什么重点字 有个不字 有个不字 有个字挺困难 有个字很困难 有时候我们去到困境是很绝的 就是这样 好了 接着呢 我要 后面那里 恩 恩 恩 因为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救的 因为神是救我们的 还有一个 什并 很高兴 宽恩 爱 永乐 宽恩 享受 七百三千辛 有人離婚,又有人病 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能否有喜樂呢? 英文有一個字 In spite of 或是 despite I can rejoice in spite of the suffering In spite of the difficulties 我們是否因為困難而喜樂呢? 我們不是因為困難而喜樂 是因為神而喜樂 即是說 即是說 即是我用in spite of 這個字,你嘗試應用這個經文 雖然它有這麼多困難 即是有這麼多困難 但依然我可以 你嘗試說說 儘管無花果樹 葡萄樹 沒有東西出 田地也出不到食物 圈中又沒有藥 又沒有藥 但是我們都可以 恩神喜樂 現在想大家 在這個經文看到 神的屬性 其實這裡有很多神的屬性 我只寫一寫少少 因為我不想寫太多 大家可不可以想到一些神的屬性 喜樂的神 喜樂的全員 是的 他是喜樂的全員 即是說 人就算最困難 最困難的時候 依然可以有喜樂 譬如假設這樣 有一天 我自己有想過 譬如我真的病病到 知道時間無多了 在這個時候 我會因爲什麼而喜樂呢 可以因爲什麼而喜樂呢 可以因爲什麼而喜樂呢 很快見到耶穌 是的 我會想著很快見到耶穌 我還會說 你們還要等一會 你們還要等一會 我又不會說我熬 我不會說熬 不過我說我快過你們 我很開心 我很興奮 我很興奮 很興奮就快到了 就快到了 我不是因爲我快死 或者我有病 所以我而喜樂 我是因爲我 這是因爲神的喜樂 因爲神而有喜樂 第一就是神的喜樂的全員 在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會帶給人這種這樣的全員呢 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 有些人會想在一些東西上 找到一些喜樂的全員 大家有沒有想到一些東西 人是想在那裡找到喜樂的全員 很多人 即是普通世人想開心 會做些什麼呢 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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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定開心呢 不是一定的 還有些什麼方法 他們 去玩玩樂的 去卡拉OK 去玩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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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會用好這些方法 但這些方法的結果是什麼呢 是短暫 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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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些不是真的開心的 那些不是真的開心的 那些是 可以說 塗醉 你可以用這個塗醉來言 他那種會有開心的 不過開心不是喜樂 即是他會 嘻哈嘻笑 或者是一種外面的開心 这是第一,神的属性起来 还有什么神的属性? 神可以创造,这期无法国士,葡萄士,橄榄士,牛,药都可以创造 创造就行,拿走就行 是的,祂可以拿走,祂可以给我们 还有祂还可以怎样呢? 这些东西都不行 神可以随时将这些东西恢复 神也能够在这个困难中给我们力量 这种能力是很难的 如果我们有困难,是很难在困难中得力量 在困难中得力量 在困难中,神可以恢复回 或者在某些地方恢复 或者在那个过程改造我们 这是另一个神的属性 祂有改造的能力 祂将这个人完全的改造 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些例子 一些基督徒的例子 是当他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 神将他改造 这个改造是神的属性之一 就是祂能够改造 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些人 是在一个困难的情况之下被改造 之前我讲到也讲到一个人物是谁呢? 是恒林子 他起初不是信耶稣的 后来他听到耶稣之后 他信耶稣 然后神在这个苦难 他始终的苦难没有走 但是他在这个苦难中 神将他完全改造 就是这个神改造的能力 即使我们讲到神会给回能力 神随时可以给 神可以收回 但总之神在掌握里面 神会让我们去到一个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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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会让我们去到一个绝境呢? 我想神不会 人是觉得绝 是的 其实绝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想法 你不如试试解释 人觉得绝未必是绝 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会这样 有時自己覺得沒有出路,不會改變,但其實神可以改變 有時神在絕境裡經歷神的真實,然後你走出去之後 你發現原來外面是開闊天空,是很風盛的,原來是你沒有想過可以更換的 神可以開一條出路,是我們想不到的,神能夠在這裏很困難很困難,迫到沒有路可出 神就會開一條新的出路出來 有句話叫人的盡頭,即絕,就是神的開始在那裡 為什麼在人的盡頭,神可以… 當你無法靠在這裏絕的時候,如果那個人很困難在這裏 那裏就會見到處光 是的,在人覺得絕路的時候,神就會為我們有個處光 所以這裏也是另一個神的屬性 就是祂可以使用一個絕境來改變的人 也在一個絕境裡,將個人的恩典賜給人,將這個人整個生命改變 譬如我自己這樣,我曾經經濟有困難,因為我第一個太太已經適龍龜主 她是適應不到香港,我要回去的時候 而我有經歷聖靈,我傳統的教會是不再接受我 我試過那個困難的情況就是沒有工作 但是神就預備一次一次 而其中一次很特別的就是,牧師跟我說 那時候那個牧師容許我,他教會裏做一些幫助 他就給我一些少的人工 然後有一次他就叫我,有個營會想找他講到兩次 他說不如你去一次吧 他就叫我去,然後去到那裏的牧師說 其實我沒有叫他來講兩次 我叫他來講一次,另一次是參加 不過既然你來了,就讓你講了 而我講的時候,剛剛陳熊輝牧師是他講的 他給我講,然後到陳熊輝牧師講 因為以前我們兩個認識的 然後我就說我經歷聖靈 然後我現在都在找工場 他就寫下我的資料 然後第二天就馬上收到電話 他就說陳熊輝牧師告訴我 你現在是可以侍奉我,我們教會需要這樣的人 然後見了我,很快就寫下我 是完全一個人的錯誤,他以為 請他講到兩次 誰不知原來是不是的 但是神可以這樣做工 神那種能夠扭轉的情況 多好 所以我想問大家 你能否在困難中相信神會扭轉呢 神會開出路呢 你有沒有這個信心 因為在困難中來 有些人你發覺有兩類的 即使我那個環燈都有的 一種人是注目在困難的 反覆思想的 另一種人就是他會看神的恩典 你能否在困難中 不是不斷講的困難 不斷思想的困難 而是去不斷想神的恩典 大家會不會有這種的 我有些見證 是 即是我上班去二十多年 我八十日上班的 即是我做封宴的 所以… 做什麼? 封宴的 但有很多事我都沒有做過 是 不做過的 是做的那些 很硬的 看到你的手腫了 很痛的 很痛的 第一就是簡陰 人家很認識我 不認識我 都覺得自己也有些疑惑 又回來簡陰 一簡陰 那些事就好 噢 即是神 但上一個星期前 有一間紅燈酒店 很高級的 做些事很重 然後做那些空子行 我沒說過 我腫痛回來 很痛很痛 手也痛 腳也痛 但我一簡陰 沒有埋怨神 我常常 簡陣地帶我去那些手 簡陣地帶我去那些高級的地方去做事 當我簡陰 很多眼淚流流流 一手就變成了 這次很誇張 即是神 即是超自然的 很多次都是這樣 是 你有這個很單純的信心 我們的神又可靠 所以他又是一個可靠的神 所以當你一感恩 神就做功 即是沒有埋怨神 我都感激神 感激神 感激神 所以有很多 手會腫 腫 腫都不得了 但當感恩的時候 就是超自然的功 即是這樣 非常好 這個經文就告訴我 神的屬性 他儘美好 掌管一切 他又會私恩 又會我們開出路 多困難也好 他會改變我們的生命 然後人的問題是甚麼 人很多時候會想困難 即是想了前面那一段 第十七節那些 慢慢想 沒有牛、沒有羊 沒有葫蘆樹 又不結果 又要想這些 但當我們注目在神 即基督徒應該做的 就是注目在神 而不給這些影響 這就是得力的秘訣 但容易說難做 這個思想模式 實在是太根深體固了 所以待會大家討論 這個這麼根深體固的思想模式 如何可以改變 我們現在查經到這裡 這個經文 我們都回去想想 我們如何將這個根深體固 是不是根深體固 是不是很容易慢慢地想 那些困難的事情 受影響 是很容易的 尤其當事一發生 睡覺的時候 都會反覆不斷反大 這個時候 我們就說 既然已經想通了 不用再想了 那我就放手了 那這件事 有沒有試過做過 你們 有試過做過 試過做過 那你就以後可以繼續做 有試過做過 雖然有時又會反過來 但總之總是可以 做過 做過